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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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日姜です 我剛從公司回來 大家看我穿這一身 西裝有沒有非常非常的正式 在日本找工作整個流程 都是要穿成這樣 接下來的活動之中 研修啊內定式入社室什麼都要穿成這樣子 那今天我去參加的是入社室 入社室就叫做入社室 入社室 什麼是入社室呢 入社室就是會把所有在那一年 要進公司的新鮮人 全部聚集在一起 然後會請社長啊 或是會長出來講話 然後來宣示自己的決心之類的一個 算是有凝聚力 又有代表性的活動 跟儀式 在當天的會場你必須交付一些必要的書類資料 例如說健康檢查 還是說你的住民票的Copy啊 在留好Copy之生等等等等等等之類的東西 然後要交付聘任狀 然後你必須宣示自己的決心 說我會好好的遵守公司的規則 大家一起實現怎麼樣的願景之類的 要宣示 就是代表你接下來在這家公司開始工作的東西 就是一個比較形式上的 我今天同期總共有五百多個人 就跟我一起坐在那個地方 這樣子參加那個儀式 我覺得很緊張 那因為我們的公司就是非常非常的日商 在整個入社室開始之前啊 他們就進行了一整串的規則說明 我有記錄下來規則到底有說了什麼 第一個就是那種小的寶特瓶跟水那些東西 全部都不能放在桌上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總共練習了三次的起立坐下 還有拍手 他們就說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搬任那個拼成狀 那為了就是要好看一點 所以大家現在全部都開始練習 起立坐下 還有站姿 你手要怎麼擺什麼的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日商 拍手啊 你要怎麼拍 要拍得多大聲多整齊 就是 要跟旁邊等的節奏怎麼樣 一樣 要練習起立坐下 印象很深刻的是主持人 沒有0.5秒的時間不一樣 我們是連那個0.5秒都不能容許的 所以全部再重新練一次 就反反覆覆的練了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因為中午我們是吃便當 其實中午休息時間很短 便當這樣放在大家桌上 500多個人沒有一個人敢開 只要有一個人沒動 全部人都不敢開 這樣子坐在那邊 每個人都看了那個便當 都很想吃 然後到最後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把便當打開 結果我一打開 我旁邊的人看到也趕快把它打開 結果大家就開始狼狼虎厭吃 每一個人都在等第一個人 呵呵 那今天一整天的流程呢 就是開始請公司人事部出來說明 關於我們的 像 像是公會 例如我們的公會之類的東西 還有 就是保險啊 什麼什麼的 都跟我們說一下公司 要幫我們保什麼樣的保障 然後接下來就會請 社長跟會長出來講一些話 接下來是交付那個聘任書 然後大家宣示一下就結束了 這個是比較一般的入測試流程 只是我們公司今天在入測試結束之後 有幫我們辦一個肯親會 肯親會非常的高級 我被嚇到了 就是我們在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會廳 裡面就是有各種各樣的食物啊 什麼的 因為我們有五百多個人嘛 就很多很像那種超大的舞會趴那種感覺 桌上就放了很多的壽司 還有炸雞啊 什麼德式香腸啊 什麼 然後放了一大堆的啤酒 除了桌上放了啤酒之外 我們桌子旁邊還有 就是一個酒吧台 那邊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想要喝什麼飲料 就是那邊有美酒啊 然後 那來說也有一般的飲料 就是柳城市之類的 那除此之外還有 例如叫 一些他會幫你做調酒 你想喝什麼就跟他說 然後你也可以跟他說 你要加碳酸水 還是你只要加冰塊什麼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還有炒麵 跟小籠包 蒸餃 然後還有一整 一整大排的甜點 還有 咖哩飯 那因為我們的會長他非常的喜歡吃雜黃的拉麵 所以現場還有那個雜黃的師傅在那邊煮拉麵 跟我們吃 就是非常的荒唐 我吃超多 而且其實大家都一直聊天都不吃 那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我吃超級無敵多 吃到肚子超很沉 那一場啊 除了我們這一屆入社的同期之外 還有一些董事跟人事部 還有公司其他部門的上司都有過來 跟我們聊天啊 分享說你有什麼擔心的地方 可以互相交流什麼的 我覺得是還蠻開心的一個環境 而且每在那種地方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好我要加油 我好喜歡這家公司 對就是會洗腦你催眠你這種感覺 那在入社是這種環境 不眠俗就有一些勵志小雨 其實我自己看的是覺得還蠻勵志的 在這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實我看了那個勵志小雨之後 就更堅信了我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想要抓住所有的機會 雖然說我不知道會在這家公司做多久 還是會跟這家公司還有什麼樣的緣分 但是都希望可以好好把握現在的每一刻 就把說是現在現有的事情做好吧 就算之後做出了其他決定 也不要後悔要好好的活在自己做出的每個決定之中 那下禮拜我就開始研修啦 可能就會比較忙沒有 比較少的時間可以這樣子拍影片剪輯上傳 但是我還是會再努力的找出空閒的時間做的 那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你幫我按個讚 然後按訂閱 如果你願意接收我最新的消息的話 都歡迎你按鈴鐺 如果說你有想要看我拍什麼樣的影片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會拍這類型的影片喔 就這樣子啦 掰掰